很多人为了修理我批判我都说我是土包子 但是土包子呢还是有很多诸葛亮站在后面 自身有诸葛亮帮忙土包子卖菜狼自信满点可没再怕 国阵现在最少有30位学者跟退休的部长退休的副部长都主动来帮忙 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认为台湾的未来真的是充满了忧患意识 包括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先生 韩粉最盼望的国政顾问团 韩国瑜透露和各领域专家早有接触 而其实看到台中厂造势 韩国瑜已先抛出对中小企业政策 我必须要提出中小企业的政策 六个字拉进来打出去 喊出六字金句韩国瑜为国政起头 事实上顾问团还没有扶上台面 但自己早先为宪政两岸国防外交请益这庞大团队 虽然我人是个土包子 但是我背后这些诸葛亮 可是各个都学有专精 初选过以后不管是国防的内政的外交的交通的劳动的能源政策的 各方面通通都有专门的人才 强调背后各个超级诸葛亮堪称隐形顾问团 韩国瑜接下来就等初选后 带着强大团队准备突破各种挑战 记者黄明君李逸玄台北报道